大家好,又來到交易現場時間 兔年第一個交易日,紅盤高開 但之後站不住倒跌 周細圖一開始見了半日高位 高開是72點,見23,982點 其實差十多點到24,000點 但始終跌不到 在這個關係之前有阻力 最多倒跌160多點 中午比較偏遠,跌117點 做23,791點 近期一眼見到,除了金融指數之外 地產指數跌至近200點 都是拖低大市 成家不少,有358億多 期貨情況是低水,低水16點 二月份跌至180點 成家達到3萬7,000象 會有廣告情況是怎樣 排第一位繼續匯豐控股大象 今日幾硬正,在88元樓上升超過1元 待會分析為何這麼強勢 和機旺報,創過超穩年新高 中午還升過1 但耐銀股一般,健康跌8個先 騰商創過新高後,回順 升4毫子中午收 中移動都一般,向下移動 跌7毫子售 其五者包括中石油 雖然油價在外圍回穩 但也要跌8個先 神說今天幾活躍 但股價不能升 有幫上22元升3毫半 中人壽落在30元邊,跌2毫子 883中海油偏遠跌超過1% 後試怎樣看,請教王偉康 Angel你好 你好 天初五,祝你身體健康 新田最寶寶 祝大家裁員廣盡 當然身體也要健康 大家都希望賺多些 其實今天的市場 本來開市那天都不錯 起碼紅盤高開 但問題是走走腳遠 因為假期前升得多 短線你似乎有點隱憂 其實看來講 真的假期前已經夾了市場 所以雖然美股在假期期間 表現比較理想 但對港股的支撐力未必太大 反而也看到24000點的阻力 其實都頗重 當然即使來說 我覺得10天平均線應該會有支持 但如果今個星期 我仍然都擔心市場 可能又要減回50天平均線 尤其是美股方面 雖然不斷創出金融海市有新高 但標普500指數和VIX指數的背遲情況 仍然都比較嚴重 這一點我覺得投資者都要注意 代表了尤其是上星期五 美國的經濟數據表象很好 但實質其實都很多人有 要留意美股來說 究竟會否借勢都會回調 10天線來說是怎樣的情況 中五收就勉強在拉鞋 要看下面的支持位置 其實今天有一隻股份 都是撐著市場 雖然跌了市場 就是匯豐控股 跟你的衣服甚麼都那麼紅 本來有壞消息 因為卡塔爾央行本來要求 根據伊斯蘭法例 希望他們關閉當地業務 匯豐說現在在講數 希望不用關閉 做了五十多年 股價來說沒甚麼受影響 看到圖片 連升三天又撲回800元 但留意到技術好像是背遲 實在怎樣看呢 其實看來講 我想有幾個因素 支撐著匯豐的股價 第一始終近來美元的匯價都是弱的 代表歐元英鎊的匯價都是弱的 對匯豐在香港的股價有支持 另一樣東西 始終就是 今天的股價帶來的刺激 亦都是來自 埃及那方面 局勢就開始有平和跡象 對歐洲銀行股 都有利好作用在這裏 但最後一點 我覺得投資者要注意 始終就是 市場其實今天不是那麼好 靠匯豐撐著 使指數跌少些 不排除其實有些旗子大戶 可能就浪著匯豐的股價 反而沽其他籃籌股 這一點也要注意 其實幾次來講 上去800元都站不住 看看今天來講怎樣的情況 但留意一下下面 相對強弱指數 股價是升上去800元 但下面相對強弱指數跟不住 只不過就是背遲 技術上是不利的 其他銀行股來講 其實都有一些一般 譬如中銀香港 下星期公佈業績的東亞 都是要跌的 只剩下恒生 但是中銀都不行 跌回一毫子瘦 這時候不如講一下 升的股份 大家開心點 籃籌來講很多隻都厲害 獅折環球 排名第一 升幅最大籃籌39元 至於其他來說 騰訊創新高 和王也創超穩年新高 但大家這麼多隻來講 都是想問獅折 在低溫偶都這麼久 雖然猜中期盈利 星期四公佈 會倒退 但是否消化了壞消息 其實中期盈利 倒退的時候 你看到股價圖 過去三、四個月 你見到股價已經由高位 即是四十四個多 跌回到現水平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利難消息 大部分都反映了 反而來說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今年的歐洲那邊 經濟或者股票市場等等 其實大家都會樂觀一點 所以反而有機會理好 以歐洲業務為主 施折股價 所以我覺得 就算出來的業績倒退 也好 其實只要不遠差於市場預期 同時管理階層 對今年的預測 是樂觀一點的 對股價仍然會有支持 看看有沒有機會 撲回到四十元樓上 但今天來講 看到這兩個聲勢都幾零厲 但四十元暫時還未碰到 還有一種跟歐洲的相關業務 就是俄女 今天都很飆青 看看整體資源股板塊 因為它特別出色 7%破頂額 破過13元以上 集團說 今年會為50億美元的債務 再融資 其他來講個別發展 有些升得多386 之前回到2% 究竟俄女 為何今天升得這麼急 在做融資方面 我覺得市場反應 會繼續理想 始終市場對於歐洲方面 那些企業 或者整體的市場 都看回樂觀一點 另一件事 我相信投資者也要注意 其實俄女 也不僅是今天的表現好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表現都不錯 沒錯 主要原因 如果你回顧一下 今年 投過五個表現好的股票市場 其實俄羅斯都佔了一席位 今年累積升幅 其實都有8% 所以其實對於俄女的股價 其實都有支持 這一點投資者也要留意 明白了 有一點我不太明白 明明在春期間 賣樓雖然只有十多小時 但都好像幾年之間最好 那一年了 但為何地產股今天都這麼弱 其實要留意一下 通常你賣樓號 或者樓價繼續站穩的時候 大家又會擔心 接下來有沒有政策的因素影響著 所以其實我相信 今年地產股其實都叫做平穩 又不要希望大升 當然了 英軍先炒好業績 今天就破了一年新高 升了4% 逆市就上升 好了 再說多股份 Angelo有沒有拿著手 沒有的 有沒有時間保佈紅酬國企呢 應該都沒有了 那你先休息一休 下午再見 拜拜 拜拜